因為鳳梯是導致的家鄉 賓車越來越滑臺灣 該管理翁張梁已經在當六甲鄉和當舊鄉 實際地鳳梯 豬水沾和伊東是豬水機的精靈 只是水流出的東西一直要煎熟 保重館民的審命在山安鑽 這次的颱風會帶來大量的雨水 所以在很多滴滑地區 我們這裡的鄉親市長 大家要注意鳳梯收大來的火水 可能造成一些災害 那山府的鄉親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有相關土石流的問題 所以不管我們做 鳳梯來就做好個人的房台 那包括住在你所的 住在的區域 你必須要知道它的危險性在哪裡 那稍微小心 那尤其颱風時間 盡量不要出門 管府營運鳳梯可能大來的鳳梯 水災危害 提早來整備 並且水門 抽水沾的管理人員 保持通信的政省 當年起上共發佈 風台經報的時候 第一次進出台銘 台灣會帶來相當大的豪雨 那讓雨造成的災害 在嘉義是非常有經驗 而且過去也產生過很大的災害 那政府也投入很多的金錢 去處理有關於所有的下雨所造成的災害的問題 那嘉義線大概在全國裡面 那我們大概引進所謂的智慧防汛網 那這個智慧防汛網基本上哪邊淹水 我們有感知器 包括連抽水機 那到底在什麼地方 什麼位置 那目前為止有沒有在抽水 那都可以在整個螢幕上看得出來 因為風台有可能帶來的大海 管府導致真正的經費 興建改善防汛出市 也引進智慧防汛網 設計甘免器 感受淹水的經驗 也採用心大火時趁忙不能出門 以免發生費限 記者黃沛街管採用報道